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给爹和三位奶奶的家用 你替我给他们吧 我们颜家的家用 怎么能让你来给啊 要给的话 也应该是我们颜府 给你和二婶啊 颜府靠你二叔一人的放银 哪支撑得了这么大的开销啊 再怎么说 反正不能要你的银子 我已经想好了 用我母亲留下的秘方 去开家胭脂铺 帮二叔分担一些 等到胭脂铺稳定了 就可以支撑起整个炎家了 开胭脂铺 是个好主意 你也觉得 我可以去开胭脂铺吗 你不觉得 我作为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不思进去 不求上见 整日与胭脂水粉 为五毛 我前家卖花 经营的是世间美好 你若开胭脂铺 雕琢的是人间美丽 在彩艺坊的一家空置店面 你给了我聘礼 我礼当 还你一份彩礼 可是我给你聘礼 不是想要你的彩礼 我知道 我还你彩礼 是为了 让全花凌晨的姑娘们 都用上我夫君做的胭脂 你刚刚叫我 夫君 娘子 大姐夫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就尽管说 我大姐啊 特意叮嘱我来帮你打理铺子 三妹啊 我们店铺已经开张这么久了 一共才卖出去四盒胭脂 大姐夫 你铺子刚开 生意呢是淡了些 过些日子就会好的 三妹 这些胭脂先给你 我要去海边散散心 还是只卖出去了 最便宜的那几盒吗 是啊 大姐 大姐夫呀 看起来失落得很啊 整个花凌晨这么多胭脂铺 大姐夫的铺子又刚开 没什么名气 大多数客人啊 来了 问了问价格 着实嫌贵 也就走了 他这些胭脂 与他送我的倒是一样的 原料昂贵 所以价格自然也便宜不了 你顾几个人 分不同的时间段 去他胭脂铺里买胭脂 别告诉他 是我安排的 好嘞 等一下 那他一个人去哪儿了 说去海边了 我先走了 鞭子 走了 海边 好 你是听三妹说 店铺的事情才过来的吗 嗯 我本来以为 只要把胭脂补开了 就可以帮二叔分担了 我昨天核算了一下 别说是补贴家用了 就连支出都是个问题 要不然 我帮你想想办法 不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应该是胭脂的颜色 太过单一了 我准备做一个光照系列 什么光照系列啊 你看啊 日落的时候 那就是落霞 日落的时候 日落的时候 就是朝阳 这世间 本来就是五彩平分的 全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傻瓜 真是压根就不懂做事了 言之铺一个人都没有 我做了又有什么用 我身后 我身后怎么了 我身后怎么了 有蛇 静静快跑 谁呢 你真是压根 你无中生有 对啊 没有客人就无中生有 对啊 你刚不是也信了吗 这个 怎么用呢 你怎么用呢 这个 是你做的胭脂 价值五十吻 这两个 是我在街边小摊买的 价值二十吻 这三盒胭脂加起来 总价值九十吻 现在 你只需要花三十吻 就可以随意挑选 你的意思是 只要花三十吻 就有可能买到 价值五十吻的胭脂 没错 我们把铺子里的胭脂 按原料 分量 系列定位不同的价位 再把它们放在 同样的盒子里 以同样的价格出手 照你这么说 那店铺里便宜的 还是贵的胭脂 都能卖得出去 而且核算下来 还不会亏本 若是你要做 落霞色胭脂的话 我们也放进去 但是只能做五个 列为限定色 我要五盒胭脂 好嘞 这是五盒 给 我要十盒 十盒 对 姑娘 你用得完吗 让人可以 我抽到了落霞色 落霞色 恭喜姑娘抽到落霞色 给 这是十盒 我要五十盒 五十盒 姐夫 给 大姐夫 大姐夫 我好了 怎么了 红罗布坊的罗达小姐说了 店里的胭脂 她全买了 她一定要抽到落霞色的胭脂 那我呢 我们排卖机废了 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也要买 我们也要买 三妹就这么把银票 往我桌上一拍 她说 罗大小姐把你店铺里 所有的胭脂全都买了 而且说一定要抽到落霞色 知道了 你都说三遍了 可是我还是想要 再给你分享一遍我的开心 姐姐 我在想 我现在胭脂铺也赚够了 下个月的服用 而且 现在别人也知道我的胭脂铺了 我们那种小把戏 不然还是不要再继续了吧 我总觉得有点像 尖伤 好的 烟掌柜 您的胭脂铺 您说了算 怎么了 菁菁 你什么时候可以忙完 我们可以去 歇歇 大姐 大姐夫 不好了 咱们胭脂铺被人砸了 不要走给我啊 你什么东西啊 姑娘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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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你的胭脂毁容了 姑娘 你们冷静点 你卖的什么唇枝 你看我的嘴 现在饭都吃不了了 就是 你看我的手 我的瘦都中毒了 你看啊 你们冷静一点 本店的胭脂铺铺 保证是安全无毒的 你赔我的脸 赔我的嘴 你赔我的小把被子 都给我让开 静静 你可算是来了 这间铺子云先是我的 有什么 冲着我来 你们卖的胭脂水分有毒 要么爆关 要么私了 就是 就是 爆关 好啊 那就把你们挑唆闹事 砸我家铺子的钱 一并算了 还有 我夫君这张俊脸 我可是在信荣号 投过银子的 谁抓伤的这笔钱 得一并算 好疼啊 至于胭脂水粉有没有毒 我定当查个清清楚楚 给你们一个交代 不送 我们走 静静 好疼啊 差不多得了 好 你别用 万一这胭脂真的有问题 你用的 可是我们花铺的百日红 是 百日红花色艳丽 并且花度还具有药效 是做胭脂的最佳选择 并且所有的百日红 都是五妹亲自给我的 凡是贝贝经手的花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对那三个来闹事的女客 有印象吗 没有 你说 会不会他们用的 不是我们店铺的胭脂 我总觉得 那个戴面纱的女客 有些怪异 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样 我们走 你去看看别的铺子 有没有防我们家胭脂的 我去找那个戴面纱的女客 你上哪儿去找 姑娘最多的地方了 公子 快来瞧一瞧 看一看呀 我们宁香楼的姑娘可好看了 吉日不见 轻瘦了不少 草帅 哓 林檬 公子 请喝茶 姑娘 你好香啊 公子 真好坏啊 姑娘今日妆容 甚是好看 一百两 买你的胭脂 如何 客官 要点什么 老板 把你胭脂铺各种种类的胭脂 一样给我来一份 好嘞 老板 胭脂怎么卖 稍等一下 二客官 二叔 你 你怎么回事 一会儿扮姑娘 一会儿扮大胡子 你是不是 一床皮 二叔 我是要调查到底哪家胭脂铺 做毒胭脂陷害我 那我当然是要乔装一下 二叔 我都已经开胭脂铺了 你为什么还来别人家买胭脂 你的贵 我买不起你 结账 好嘞 这两盒胭脂 从外观到底要怎么区分呢 金金 金金 我搜集到了全城的胭脂 我发现 有两个胭脂跟我们的特别像 说不定它就是 你能看出这两个胭脂盒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已经找到假的了 找到了就好 盒子里面的胭脂呢 我也研究过了 假的这个盒脂粉黏膩 可因为盒子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证明 另一盒不是我们的 盒子不会一模一样的 可是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啊 我的胭脂盒和其他的胭脂盒 是不一样的 我的胭脂盒是做了记号的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的胭脂盒做了记号的呀 做了记号是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了聘礼 那当然是要做记号的呀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记号说 所以记号到底是什么 他夸了我 现在可以说了吗 他抱了我 你还在吗 他亲了我 颜耀月 记号到底是什么 預備 哦 你說的記號原來是這個呀 難怪你讓我用到見底 我今天可能再會當成小孩看 清清 我們成婚多人 不如 爹 你怎麼又來敲門啊 大姐 大姐夫 你們睡了嗎